1947年,当时的金庸只是一个小报社的职员,他还在报社工作的时候去朋友家做客,认识了他的结发妻子杜志芬。 当时的金庸很爱他的妻子,为了不让妻子跟着自己吃苦,他拼命地工作,繁重的工作不但没有改善他们窘迫的生活,还迫使得金庸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,并且每次都是深夜才回家。 花容月貌的杜志芬独守闺房许久,最终难以忍受这份孤独与寂寞,于是决定独自回到中国大陆,在他回去后不久,两人就结束了这段婚姻生活。 离婚之后的金庸更加拼命地工作,他想用工作来忘记感情所带给他的伤痛,可是每到深夜的时候,他时常会想起和前妻的那些甜蜜过往。 这份仪式的甜蜜深深地刺痛他的心,让他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。 就在金庸伤心的时候,他认识了他第二个老婆朱梅。 当时金庸和朱梅在一个报社工作,朱梅不忍心看见金庸天天浑浑噩噩,就天天跟金庸诉说国外的有趣见闻。 日久生情,两人很快就在一起了。 都说男人有钱就变坏,金庸也不例外。 就在明报成为家喻户晓的报刊的时候,他们的感情也走到了终点。 金庸因为明报成为了当地小有名气的人物,她的虚荣心越来越膨胀。 朱梅是一个强势的女人,她喜欢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约束金庸,这让金庸觉得自己得不到应有的尊重。 于是金庸犯的男人们几乎都会犯的错误,她婚内出轨了。 至此,她的第二段婚姻也随之结束。 能够让金庸放弃与自己相濡以莫过的妻子,正是她的出轨对象,也就是她的第三位老婆,林乐仪。 金庸与她第三位老婆相遇,是在酒吧。 当时的金庸正因为儿子的去世悲痛万分,一个人独自在角落里借酒消愁。 正巧被在酒吧兼职服务生的林乐仪看到。 当时,身为金庸迷媚的林乐仪一眼就认出她的身份。 带着激动的心情,林乐仪走到她面前。 她诉说着自己喜爱的金庸作品里面的人物,诉说着对金庸的崇拜,并劝她少喝酒伤心。 金庸听到自己的作品能够如此受欢迎,她心里很欣慰。 她觉得自己不能让喜欢自己作品的人失望,她要带给读者们更多更好的作品。 重新振作起来的金庸向这个陌生的女孩诉说着自己的痛苦。 林乐仪在旁边不停地安慰她。 金庸很是感动。 相差29岁的两人从那天之后就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。 两人认识不久后,金庸因为劳累生病住院了。 林乐仪第一时间赶到医院照顾她。 之后,他们俩之间不寻常的感情引起了朱梅的注意。 但朱梅深知和金庸的感情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。 于是,她就任由他俩感情的发展。 不久金庸病好了,林乐仪觉得也不应该再继续留下去了,就跟她告别了。 可是经过这段时间的照顾,金庸觉得越来越离不开她了,就求她留下。 林乐仪见金庸如此爱自己,就不再隐藏自己的感情,同意跟金庸一辈子在一起。 之后,金庸与朱梅提出离婚,并告诉朱梅自己要吃林乐仪。 朱梅见自己与金庸的感情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,就提出了两个要求。 一是离婚后金庸需要支付自己一笔钱,这笔钱能够使自己安度后半生。 二是金庸结婚后不能再有孩子,一心一意对待他们的孩子。 金庸答应了朱梅的两个要求,她觉得这算是对朱梅跟自己同甘共苦的补偿。 金庸曾经脸带愧色地说过,我对不起朱梅,我作为丈夫并不成功,我心里感觉对不起她。 离婚后的朱梅独自一个人度过了后半生,到死都没有再吓人,可能是她已经不再相信爱情了吧。 而金庸在离婚后,马上与林乐仪举行了婚礼。